Hello大家,今天会有三只包包出镜 那这三只包包都不是在我的专场里面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那其实像我的客人里面会有很多使用爱马仕包包的客人 那也会有像这些包包的主人 这样就是一步一步进阶到爱马仕之后之前的一些包包 可能根本就没有用过 或者是用使用的很少的次数 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那其实很多人质疑 就说国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像很新的包包到二手市场来呢 那其实这样的场景就解释了这个疑问 鲜花少说今天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相对来说 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的 之前会有一个小号的救生 刚说了解又开始 这个是一种特制的帆布制成的这个包包 那里呢是鸡皮 所以它的皮革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很多 那大家也不用会觉得好像帆布就没有皮质用起来好 或者是没有皮革这个耐用 那我们知道像LV它也是一种帆布的制品啊 那其实它的强度是比很多很多皮革都要强很多的啊 耐磨耐用的这样的强度 所以像骨齿包包它的耐用程度也是不错的 那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是会非常非常长 那这个呢是一款中号的包包啊 这个我有记录它的尺寸 是28厘米的宽度和17厘米的高度啊 那我们说宽度就是底边的宽度 因为还是有一些梯形 那这个中号的包包我看到它的大小之后呢 首先想到的就是Constance的24厘米的版本 对不对 有没有那样的即适感 那它打开的方式是在这边 这边会有个按钮 还打开 那里面呢我现在是做了一些填充 用气泡做了填充 让它更符合我们平时使用时的样子 我觉得包包还是要用 里面盛装了物品之后 至少不会让它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对不对 那这只包的大小呢 也是符合大家平时出行的需求的 比如说手机钥匙钱包 再加上一些补装的这些用品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这款包 那古池九神呢 这款帆布的在各个系列里面 是价格比较高的 而且呢这个也是会有这种 天竹葵的花 一些花的图案在上面 我觉得更显女性的魅力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日常使用 会使用的比较多的这样的包包 不管是出勤也好 还是逛街也好 我觉得都是可以满足 很多方面的需求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两只包包是比较小的包了 同样古池的这个 看起来像钱包大小的这个 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WOC 对就是又是钱包 又是一个小手提包 它并没有长到很长的链子啊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DIY自己去尝试找 如果你需要的话 尝试找更长的链子和它搭配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长度就够用了 一方面手提OK 一方面呢作为腋下包也是OK的 当然了像WOC本身它就有这样的功能 就作为一个钱包或者是手拿包这样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的 它并不是所有都是全长的 就这部分呢会短一些 然后上面这部分呢是 大概六个十二个十二个卡位的位置 对其他部分呢是放 呃线抄的线抄位 这个我有试过是可以放大的手机的 同样可以放 对那它的打开方式就是按扣了 就不是像刚才那样的打开方式 那今天太太看到这只包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包的使用场景反而会更多一些 那平时我们带手机带几张卡片 或者带一部分的零钱 出门的这样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 这只WOC呢它之前的主人实在是没有怎么用过它们啊 但是呢有点自来救的感觉 这种老花帆布可能都会呈现出一种自来救 但是呢就是你可能使用再长的时间 也都是现在这样的状况 这个配件还是蛮奇的一个防尘带盒子都在 对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看一下Dior的 对Dior的包包 其实这一款我觉得还是蛮热门的 蛮热门的 到现在为止官网其实还是会有售 不论这个是没有长肩带的这个版本的 老花的迷你马鞍包 迷你的马鞍包 它的宽度大约21厘米左右 因为是这样像一个手枪的造型啊 马鞍的造型 最长的部分吗 这个包包和刚才我们聊的WOC 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简单的拎着就好了 那如果你愿意给它搭配一个肩带 也是可以搭配肩带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包搭配一个肩带的话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对不对 可能用它的时候就是一种简单出行 对只是简单出个门 而不是需要在外面待很久 这样的一种场景 那这个包包同样也是非常非常新的 从内里外部的这种使用状况 使用感来说 我之前呢没有太了解这款包 没想到它专柜的价格会那么贵 所以我觉得在二手市场 如果能淘到像这样 性价比比较高的 就是不是很旧啊 完全不会觉得很旧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会比在专柜购买要省了很多钱 尤其是现在好像很多奢侈品牌都在涨价 都在酝酿涨价 而且涨幅都是比较高的 在这样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那我之前在接触一支 算是中古款的马鞍包的时候 它的这个部分用的是漆皮的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 一些老化会让它裂开 那我觉得这个皮革就会好得很多啊 我觉得它的 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裂开 但是至少目前 我觉得它还是很扛用的 很耐用的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在这个位置 很不明显的 让你感觉到里面会有一个磁吸 这个包包还有一种使用场景 就是当你在用大包的时候 给你家的小朋友搭配一支这样的小包 就像爱马仕系列里面的这种 Tiny的开礼 好的 今天就是这样的三支包 陆续会在朋友圈上架 然后二手市场的作用就在于此 一些包包它本身的使用寿命 还会有很长很长 所以只要能够到达合适的人的手中 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二手市场的作用也就发挥到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